中江电视台 经济一到 作为记者 我觉得有时面对的不仅仅是真相 还有来自老百姓的期望 微软中国公司卸任总裁唐骏今天高调复出 老行当 新东家 唐骏走的是一步什么棋 就这三个小时当中把我认识当中最重要的决定 就这么决定下来 我想是对新大文字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Do you speak English? Do you speak English? No 平安吗 我需要翻译 平安全球急难援助为您服务 中国平安 平安中国 上帝之鹰 大红鹰集团 建立重大疫情预警机制 是委员们在两会上提出的提案 在我身后将要建成的是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设 选中5号载人航天飞船今天成功发射 第11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谈今天圆满天 打击地下钱庄的行动今天取得重大进展 三家水电将从这里送往半个中国 船上中下游地区和沿海地区 各位晚上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IT业最让人注目的一次人事变动 微软中国公司的总裁唐骏宣布 他离开微软要到上海的盛大科技公司当总裁 盛大科技公司是上海一家成立没几年的网络游戏公司 凭借代理的一款名为传奇的网络游戏 四年挣了40个亿 当然他说微软是没法比的 微软是全球最大的IT企业 唐骏两年前在微软上任时 是带着拯救微软在中国政府项目上 连连失手的任务出场的 当时其风光的程度让很多IT同行都望尘莫及 今天唐骏的决定也让业内感到了吃惊 那么陈天桥今天也在北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我们来看一下盛大网络公司是怎样迎接唐骏的 我现在是在盛大网络公司聘任唐骏 出任总裁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为了迎接一个新的员工 这家位于上海的网络公司 专程到北京来 在北京最豪华的酒店之一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可以说为唐骏的出场做了一个高调的开始 京城的60多家新闻媒体 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一个职业经理人的人事变动 之所以能引起媒体的关注 是因为今天出场的两个主角 唐骏和陈天桥 都是IT行业的风云人物 这个原微软中国有线公司的总经理唐骏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之后 就将成为盛大网络发展有线公司的总裁 而盛大网络发展有线公司的董事长陈天桥 对这个新搭档的关系之前也一言表 在整个发布会当中 两个主角都用非常热情的字眼 在描述两人一见钟情的联名 微软的新任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也是唐骏的原上司今天亲自到场祝贺 业界评论这个姿态似乎是为了平息微软 过河拆桥排挤唐骏的传言 我们公司很舍不得 但是我觉得一个职业机女人 他在十年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发展 而且陈老板这边也挺好的 还有上市对不对 对他个人前程也非常好 盛大公司今天隆重迎接唐骏的到来 场面似乎不比当时微软推出唐骏的时候小 在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唐骏和陈天桥两个人看上去气色都不错 业内有消息说在私下的场合 唐骏还甚至把自己和陈天桥的携手 比作比尔盖茨和鲍尔默两个人的组合 其实这两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 这两年成绩都不俗 以这业界人士的评价 日子过得正是舒坦的时候 唐骏两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在2002年3月忽然备受瞩目 声名鹊起 这一位原任微软公司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 因为其出色的业绩 2002年3月被任命为微软中国总裁 在此之前 唐骏在微软已经有八个年头了 他是微软公司唯一一个 被三次授予微软公司的最高奖项 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和杰出管理奖的员工 在唐骏的领导下 微软中国公司在销售方面 连续六个月创造历史最高记录 这是微软全球82家分公司中的唯一一家 这也让微软中国在2003财年成为微软全球公司中销售业绩增长最快的分公司 业内人士评价 唐骏主要的贡献是改善了微软和中国政府的关系 改变了微软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微软中国在政府采购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 唐骏功不可没 可以说唐骏给比尔盖茨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尽管如此 他还是难逃下岗厄运 今年2月3日 微软中国公司宣布唐骏退休 但微软还是为他保留了微软中国民意总裁的职务 虽然这给唐骏留足了面子 但是毕竟已经全旁落 六天之后 唐骏就和他的新东架陈天桥一起出现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唐骏的新东架陈天桥是盛大网络的前任总监董事长 他被称为中国网络游戏教父的人 年仅30出头 就已经拥有40亿的身价 26岁时 陈天桥靠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创办一个动画网站 表现平平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成为了韩国网络游戏传奇的代理商 而正是这个叫传奇的游戏 让陈天桥和他的800名员工 创造了一段传奇故事 用短短两年时间 就完成了一个制造企业需要数年 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的几十亿元的积累 而目前陈天桥要续写这个传奇 单靠他自己显得有点势单力薄 而在唐骏离开微软的前一天 2月2号 身为盛大网络总裁的陈天桥 表示辞去总裁职务 虚伪求贤 而仅仅一周之后 他就找来唐骏出任总裁 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 一个是微软中国去的掌门人 一个是中国网络游戏新贵 虽然两个人都处在IT圈子里 但毕竟软件开发和网络游戏 在IT里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当 两人做的是不同的买卖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两个不同山头上的人 是怎么走到一块的呢 我的同事马洪涛今天 也在新闻发布会之后 专访了唐骏和他的新东架陈天桥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 他们自己对这一次人事变动的解释 昨天是你在微软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说正好是十年 这几天我有很多感受 我难过 我伤感 我留念 因为这是我服务十年 感动十年 让我十年钟爱的一家公司 因为我太习惯微软了 我的血里边流的是微软的血 所以这几天我真的是很伤感 很伤感 很多的人在关心这个问题 那就是 是你吵了微软了 还是微软吵了你 那么今天你可以看到 在我要想离开微软的时候 微软的高层 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挽留我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认同 他们希望我继续在微软服务五年 服务十年 有时我也想 我还想继续工作五年 工作十年 为什么选择离开 因为对我来说 我需要一份工作 能让我更有激情 让我感觉到每天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想去上班 我需要这么一份工作 这样的工作才会更可以让我每天生活的意义 追求是这种生活的这种意义 工作的意义所在 那你最早知道盛大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在三年之前 我就是听说了盛大 那么这是一个 我在上海 我有一个篮球队 那么其中篮球队的一个非常好的球员 就是陈天桥先生的他的朋友 他的同学 所以经常会从他嘴里听到一些 陈总的创业的过程 那么这是我在三年之前听说过的 真正我见到他的时候 是在去年的一次上海软件外包国际研讨会上 所以我们俩正好是紧挨地坐在一起的 实际上我们相互应该说慕名已久 但是我们真正见面 就像唐健先生说 我们是在一次软件的外包峰会上 我们共同作为演讲的嘉宾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见面 那其实在三个多月之前的那次见面 也是非常短暂的 非常偶然的一次见面 是一个机器偶然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让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来改变了你自己的一个命运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人 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 这一点我和陈总有很多的相像之处 我并不是去为了找工作而去找工作 为了一个职业而去得到一个职业 更多的是我希望在一个不经意的地方 让我能真正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让我能感觉到一种碰撞 让我有种激情的这么一种方式 才是我真正想去找工作的一个 或者说加入盛大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从你们第一次接触到你决定 聘用他做你的总裁 总共也没多少时间 对我们就几个小时 见了两三次面 所以但这是一个对盛大 并不是说短的时间 就是一个很草率的这个决定 我刚才说了对盛大未来发展管理团队的优化 这是我们整个的创业团队 在一年多来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思考的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其实微软对唐骏的离去也流露过挽留之意 在唐骏正式宣布离开微软中国公司的时候 微软总部还给他写过两封信 写信的人一个是比尔盖茨 一个是微软的第三号人物凯文 唐骏的这两位前东家 在信里面都表达了一个意思 就是期盼着他能回到微软来 唐骏为什么没有留任呢 盛大网络公司的陈天桥又抛出了什么样的绣球呢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报道 盛大网络游戏公司迎接新总裁 本土民营企业 换张国际化面孔 陈天桥打的是什么算盘 我想我们在管理上 我们在战略上 我们在业务发展的方向上 同样有我们不足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必须要寻找一种战略性的突破 而不是一种战略性上的修补 来和平安保险谈谈 我们为你准备了更多的平安 中国平安 平安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微软在中国 除了它的产品有名之外 它的中国公司人事变动的速度 在IT界也是出了名的 最近几年从杜嘉宾 吴世红到高群耀 微软中国区总裁的位置 几乎是平均每两年就刷新一次 这一次唐骏的离职 也再次印证了这个时间周期 那么这到底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 还是微软公司内部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呢 今天我们向微软中国公司质询的时候 他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特地搜集了一下 微软中国公司先后离任的 四任老总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的第一代总裁 杜嘉宾1995年走马上任 那个时候中国普通家庭的电脑里用的软件 还是WPS 在杜嘉宾的手上 微软从一家办事处成长为独资公司 同时它也让中国政府认识了微软 也让微软成功的进入了中国 但是1998年杜嘉宾离开微软的时候 他给出的离职理由却让业界难以接受 他说是他的爱子身患重病 他需要离开微软 真正的原因杜嘉宾直到今天也没有透露 离开微软后的杜嘉宾当上了 思科公司中国区的总裁 把业绩做到年营业额10亿美元之后 今天的杜嘉宾已经升任为 思科全球的副总裁 杜嘉宾之后 吴世红带着要把微软中国做成中国微软的梦想 开始走马上任 作为微软中国公司第一个本土经理 他曾经仅用7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全年销售额的130% 微软公司的高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吴世红就是为微软而生的 但是吴世红在微软中国总经理的宝座上 并没有多待片刻 15个月之后 吴世红以因为事业和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事情为由 宣布离开微软 这个说法似乎比他的上任总裁杜嘉宾给出的理由更为 高群耀作为微软 三任总裁是在1999年入驻微软中国的 高群耀的任期内 微软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2.5倍 但是2002年北京市的政府采购竞标中 微软却交了份白卷 这一巨大失误直接导致了高群耀从微软中国出局 但高群耀宣布的辞职理由并不是采购竞标的失误 而是他要去追求新的个人职业发展机会 但是高群耀也只是回到了欧特克公司出任全球副总裁 这是他来微软之前曾经效力的公司 业界人士 无论是吴世红还是高群耀 在微软中国公司基本上都是属于空降部队 而唐骏则是在微软土生土长了近10年的老员工 在他的任职期间 微软中国连续6个月创造历史最高销售记录 唐骏的目标是 让微软中国在未来5年中平均增长率在微软公司全球做到最高 但微软并没有给他5年的时间 2004年2月也就是上任后的两年 唐骏也步上了他前任的后尘 可以说微软中国公司的四任总裁命运基本相似 不过唐骏和前三个离任者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和他们相比 唐骏是微软中国公司迄今为止 没有公布辞职原因的卸任总裁 但这一次大家还是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微软中国公司在宣布 唐骏离开微软这个消息的时候 使用的措辞是退休而不是离职 唐骏这一次挂官而去 似乎要比他的前面三位前任风光得多 他走的时候还被授予了 微软中国名誉总裁这样的称号 这样的领域也是在微软中国公司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 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很想知道 唐骏离开微软的理由 毕竟那是一个让他扬名立万的地方 来听一下唐骏的解释 两年之前您刚到微软中国任总裁的时候 您说那个工作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 那现在面临这份工作会不会也是一个挑战 当然是一份挑战的工作 因为对我来说整个的这个互动娱乐这个产业 我还是非常非常的陌生 虽然我关注过他 我了解过他 但我不是一个业内人士 我不是一个专家 你现在有信心带给盛大的是什么 我相信我给带给盛大的是 国际跨国公司 那么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 管理模式 你觉得现在盛大很缺对